第一个就是平均动能值跟温度有关 跟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关系 平均动能就是2分之3KT 这个T就是温度 这个T就是温度 然后我们等一下我设定一下这个版面配置 然后呢 总动能什么是总动能呢 就是每一颗的动能都算进来 就是N总共有N颗 然后乘上K 乘上这个动能 平均动能 平均值乘上总数就是总分嘛 平均分数乘上人数就是全班的总分 那就这样子 我们要用到这两个概念 有一个密闭的容器 里面有X和Y两种气体 一个是 两莫尔和一莫尔 两莫尔的X 和一莫尔的Y 然后分子量Y是X的两倍 分子量就是那个分子之间的相对的质量 化学课学到的 其实各位所背的分子量 各位可能有听说过 以前是用碳12 以前曾经用氢 把氢的分子量定为1 然后其他的原子量 氢的原子量定为1 然后氦是4 对不对 后来是为了要精准的定义 就把碳12 那个定为12 那所以 原子量或分子量指的 就是质量的 比例 那X是1的话 Y就是两倍 好 那以下的叙述何者正确呢 A选项 两种气体的 总动量不相等 这个里面呢 有很多的粒子到处乱飞 有X的也有Y的 我们可以用 这个白色当作X 然后蓝色当作Y 就有很多个例子 在里面飞来飞去 但是它往四面八方飞的 几率是一样的 所以动量 动量是质量乘速度 那有向右的动量 也有向左 也有向上 也有向下 往各个方向的几率是一样 所以你可以找得到一个向右的动量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向左的 因为几率一样 那这样总和起来就是总动量为零 所以A是 X的全部的动量 其实也等于Y 全部的动量 然后也等于零 这样子 所以A是错的 B选项呢 那两个气体分子的方均跟速率 方均跟速率是来自于这个平均动能 平均动能 它就是动能 但是它的这个mv平方的v 是平方平均 是平方平均 所以才会把它叫平均动能 那这个平方平均就是我们在计算 在之前推理的时候 是本来有一颗撞下去 然后n颗全部撞下去 然后再做平均嘛 这个我们这里就不再做推理了 总之呢 平均动能就加一横 那它里面的这个mv平方 它也是有加一横 那你把这两个式子 去连立起来 2分之3kt跟2分之mv平方 你就会可以得到说 v平方的平均就会等于 3n n分之3k 然后乘上t 这个叫方均跟速率 它可以用来估计说 这个方均跟速率还要再开根号才可以 因为它原本的单位是每秒几公尺 它经过平方再平均 那你还要再开根号回去 你单位才会回到每秒几公尺 那所以这边也要开根号 这个就叫方均跟速率 它可以用来估计说 这一团气体大概速率是大概多少 我们之前也强调说这个速率都平均的 那不代表说空气中每一颗的速率都一样 就好像班上大家的分数不会一样 但是平均你会得到一个平均值 大家全班的分数会有一个平均值 但不代表每个人的分数都是那个值 那么可以估计 如果你把数字带进去的话 你可以估计说我们现在空气里面 氧气它大概是飞多快 大概啦 大概是飞多快 可以这样子去估计它 那必须选项这两个气体的方均跟速率 有没有一样 方均跟速率就跟质量m 和温度有关系而已 这个k是一个常数嘛 所以 方均跟速率是正比于 n分之t 但今天他说它是处于热平衡 热平衡所以t是相同的 温度t是相同的 所以能够决定他们方均跟速率大小的就是质量 那因为他有告诉我们质量是1比2 那质量在分母 所以方均跟速率就会是2比1 各位如果有看我在这个4之2 Google卡 4之2单元底下有分享一个YouTube影片 他就有一个很大颗的红红的东西 然后被很多小钢猪去撞 那这些小钢猪撞得很快 那大颗的东西就动得比较慢 那个就有点类似这个 就是你质量越大你的这个数率会比较慢一点 所以v平方平均开根号 这x的部分呢 去比上v平方平均开根号y的部分呢 就会等于根号n分之1去比根号n分之1 所以是根号2比1 所以b他们也是不相等 那么c的话呢 分压 试一试问分压 分压的话 各位在化学 你可能有学过道尔吞的分压定律 所以这其实不是物理的范围 分压的话直接用经验公式 实验出来的经验公式PV等NRT来算就可以了 今天它如果是体积一样 今天它在同一个容器 所以对于x气体而言体积是这样 然后莫尔数是两莫尔 然后R是一个常数 T是相同 对于Y而言呢 这个是x的分压 对于Y而言呢 也是类似的 体积一样 都是V 莫尔数是1 然后R是常数 T是相同 所以你这样比一比 你就知道 px比py 就是2 就是跟莫尔数成正比 其实 各位可以 如果你对化学有兴趣 你可以想想看 怎么样把化学跟物理结合 像你看这个式子里面 它其实是莫尔数 是个数 然后温度 然后体积和压力 它里面跟种类没有关系 跟气体的种类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只要是理想气体 你是什么样的气体 你都可以 都会得到一样的结果 你这个两莫尔 你可以是两莫尔的氢气 两莫尔的氢气 但是只要体积一样 温度一样 压力都会一样 那这是你如果仔细去思考 其实是蛮神奇的 既然各种气体它 它既然会 不用管种类 不用管种类 但是你只要给它 数量一样 温度一样 体积一样 压力就会一样 那当然那是理想气体 真实的情况 会有不一样 可是在贵班 老师有提过说 怎么样可以让它 越来越像一个气体 就是你可以去 调控温度和压力 那当那个条件 各位可以自己 回想一下那个条件 如果那个条件成立 那各种气体 如果都像理想气体 那的确就会是像这样子 就是跟种类没有关系 所以C选项 刚好反过来 不是二分之一而是二 再来诸选项 总动能 总动能就是 需要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总动能就是 每一个 每一颗粒子 的平均动能 再去乘上总数 不过这里我可以换另外一种算法 换另一种算法 是这样的 我们在推理 气体动力论 气体动力论 的时候 曾经有三杰克吧 都有写出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是 PV 等于三分之二 NK 平均 PV 等于三分之二 NK平均 是三分之二吗 好像写错了 二分之三 四三分之二没错 三分之二 这个 它的右边就是总动能 它的右边其实就是总动能 你可能会对这个式子没有印象 那 你就可以去看前面的录影 那总之呢 其实这个N乘上K 其实这个N乘上K就是总动能 所以其实你可以用压力乘体积 就可以算总动能 二分之三PV 就是总动能 有些喜欢思考的同学 他就会想说那二分之三怎么来的 你看这些地方都没有什么数字 他怎么这里跑出二分之三 那你就要回去看前面的推理 所以今天其实直接把压力乘体积 你就可以得到总动能 那现在 压力 刚刚说压力是2比1 压力是2比1 可是体积是一样的 体积一样 同一个容器 体积一样 所以今天呢 总动能的比呢 总动能的比呢 就是压力比 所以是2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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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总动能的比2比1 那一选项 平均动能 平均动能是 没有乘上这个N 是最左边 最左边的2分之3KT 只跟温度有关 只跟温度有关 只有跟温度有关 所以 就一样 不管是哪一种气体 它的平均动能 所以 就只跟温度有关 所以 是一样的 是1比2 1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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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2 1比2 1比2 2比2 1比2 那 1比2 1比4 1比2 1比5 1比3 2比4 2比5 1比2 2比5 1比4 2比4 我知道了,我不應該 沒關係,這樣好了 就這樣試試看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跳回這個地方也是看不到 跳回這裡 你看到的是這個 它把它看成,這個是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把它用來模擬我們所介紹的這種性體重力 那如果在一個室溫熱平衡的情況下 其實這些例子的動感 就都是3KT 連這顆紅色的也是 連這顆紅色的也是 它的動能也是3KT 但是為什麼它會動的比較慢呢 是因為動能 動能不代表 動能一樣不代表速度一樣 動能一樣不代表速度一樣 因為動能它除了跟速度有關 它也跟質量有關 所以 各位也可以看到 這其實有點像布朗運動 它其實就是在 它這個標題名稱就是 Browny Emotion 就是布朗運動 好 就是這樣子 典子畫面稱 那我們回到我們黑板這邊的話 你看它的平均動能就算是一樣 但是它的速率還會跟它的質量有關 它的方菌跟速率會跟質量有關 所以你才會看到那顆紅色的它動得比較慢 但其實它蘊含的動能 跟那些小鋼豬一樣 那是一個比喻 有點像說火車 火車慢慢開 可是它的動能也是很大 好 那所以這一題就這樣子 那我昨天有問一個問題 那也沒有人回答 我想要再問一次 我們學這個氣體動力論 它 它最重要的 原因是什麼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學這個 以後 在更久之後它可以用來做什麼 有沒有人 有沒有同學 有之前有聽到 可以留言 直接留言 這樣我才知道 你有回答 不是啦 我是說 你當然要用到航太可以 可是我之前不是這樣說 我之前不是這樣說的 因為一定有同學覺得說 學這個到底要幹嘛 那麼多符號 不知道在做什麼 他也聽不懂 那我在前幾場課 還是昨天的一開始 也是有提到 說 與其說 你這個都直接背起來 我更希望 各位你了解說 為什麼要學這個 因為你一旦了解了 為什麼要學這個 以及它對我們人類 有什麼貢獻 為什麼要學這個 你以後等你的 腦袋 等你的智慧 發展 學識發展的更多了以後 你回來看這個 你就不會覺得那麼難 然後 可是你有一個 動機 你知道 你想要知道為什麼 有這樣的動機的話 以後你再回來學 就還是會學的 還是會學的會 所以動機 比較重要 是為什麼要學 這個單元 我應該已經在兩節課 都有講過了 除了林玉瑞以外 其他同學 之前也沒有聽到 就是說某某人 他用了這種類似的方式 然後去解釋了某個現象 然後解釋了某個現象 那可以證實什麼 證明空氣有粒子 證明萬物是由粒子所組成 因爲 因為你如果只是化學反應 就是我前幾堂課就有跟同學強調說 你從小到大都被老師灌輸說 這個世界有原子和分子 只是你看不到 那如果你有這種批判的精神 你就會覺得說 你說這一團透明的空氣裡面有很多的例子 那你又沒有真的看到 你怎麼會相信呢 那你說 道爾吞用這個原子說 來解釋化學反應 那好像很成功 所以也許世界是由原子所組成 因為你各位都知道定比定律 定比定律就是 你去做化學反應的時候 你的那個幾比幾 反應物和生成物的比例總是要一樣 那你把它一直縮小 分量一直縮小 縮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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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小到不能再縮小的時候 它應該就有它的最小單元 道爾吞的想法就是這樣 可是說不定它有更小的單元 說不定它是無限小的 那沒有人可以確定 頂多只是有可能它真的是 粒子 有可能化學反應真的是粒子 這樣子去結合 那有沒有辦法有更多的證據呢 從別的角度來證明它 那就是像剛剛各位看到的影片 布朗運動 花粉的碎片在水裡面跑來跑去的 那是我們真的觀察到的事實 那你要怎麼去解釋它呢 埃恩斯坦他就把花粉看成是被水分子碰撞 那基本上他說出水分子這三個字的時候 他已經接受了道爾吞的原子學說了 他已經把水當成一顆一顆的粒子 然後他用這樣的一個理論 這樣一個原子說的概念下去做計算 所用的方法就是我們介紹的這些氣體動力論 我們是用碰撞來算壓力 那埃恩斯坦他就用碰撞水分子對花粉的碰撞 去算這個花粉的受力 以及移動軌跡 結果算出來的跟實驗看到的一樣 所以就可以間接地證實說 水分子的確是存在的 水它的確是一顆一顆的東西 它會去碰撞花粉 造成花粉的這樣的移動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相信說 世界上真的有這些微小的例子 就是從聚觀我們看得到的現象 然後透過理論去跟微觀做連結 那也如果連結出來跟聚觀的現象 是有一致性的 那就代表說 微觀世界 就更有可能的確是我們所想的那樣 這一團空氣它真的是很多的例子在那邊飛啊 所以它的原因 為什麼要學這個原因 才是最重要的 那這裡面的過程 你如果不是當老師 你也不會像我一向背的那麼熟 可是重要的是那個 為什麼要學 你以後覺得 需要用到 還是說 你覺得 想要更了解一些事情 事物 事物化學反應 還是現象的運作 還是現象的運作 那你到時候再回顧 等到你的 智識 智慧還有知識 都更加的提升 以後你再回來看 就會覺得簡單 所以重點是 所以重點是 他的 原 他為什麼要學這個 而不是那些內容 好的 範例2 這個 兩邊有一個隔板 然後他現在是 是處於 淨力平衡 那意思是說兩邊的壓力是一樣的 壓力是相同的 他 左邊的 右邊的絕對溫度是T 左邊的不知道 左邊的不知道 我們叫他 叫他TL L就是左 Left Right 好 那麼 體積 體積的話是 2比1 然後莫爾素比是 3比1 對 所以這邊是3比1 所以這邊是3比1 這也是1比1 然後這個體積是2 2公升 這也是1公升 好 那麼 公升是用小寫吧 公升好像是用大寫 算了我們寫V好了 Volume 那他要求的是熱平衡以後 熱平衡以後 他要把中間隔板打開 OK 中間隔板打開了 打開了以後他會達到熱平衡 然後熱平衡 就是壓力是一樣的 體積這時候變成3V 莫爾素變成4莫 壓力也是一樣的 壓力也是一樣的 那他要求的是 這個T' 求T' 好 那我直接就跟各位講 他怎麼算就好了 我們不要討論太多 基本上你一定會用到 能量守衡 你必須要用到能量守衡 他說這個是 絕熱的 絕熱就是沒有熱量進出 那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動能的重新分配 原本這邊會有他自己的動能 平均動能 總動能 總動能是不是那個 剛剛有說嗎 總動能是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的 N乘上平均動能 就是總動能 對不起 各處乘上平均動能 就是總動能 再乘下三分之二 就會是PV 好所以 二分之三 PV 就會是 總動能 好那麼 我們可以直接算一下這邊的 這邊的 這邊的動能 然後跟後來的動能 然後跟後來的動能 一開始的動能是 我們這邊還是有二分之三KT好了 二分之三KT 這是一顆的 然後去乘上總共有三莫爾 再去加上 二分之三K 然後乘上T 這是右邊的 然後乘上一莫爾 然後要等於後來的 後來的話總共 後來的話也是二分之三K 然後T' 然後乘上四莫爾 這樣子 列四就是這樣列 那你可以把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 還有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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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消掉 所以最後會變成是 3T' 再加上T 就會等於 4T' 那你只要把T' 算出來 答案就出來了 那怎麼去把T' 算出來呢 要利用 這就比較沒有 跟我們這章節有關 跟我們這章節比較沒有關係 直接用PV.NRT 你可以算出T' 左邊 是P乘上 2V 然後它是 3莫爾 右邊 是P乘上 1V 然後它是1莫爾 所以綜合這兩個 你可以把T' 算出來 它就是3分之2 T 然後你再把它帶回去 你就會得到 P'就是4分之3P 這個T'是3分之2 你把它帶回去這裡 這樣就可以算出 P'是4分之3P 好 因為下課 所以講得有點趕 那 如果你覺得不清楚的話 你可以去看 昨天的錄影 昨天的錄影講得比較清楚 是4分之3 這幾分之3 好 0 4分之3 感谢观看